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暑假旅游忘记到各银行抢工亲子出国商机 都寄出海外刷卡高回馈 有的还喊到3-4% 不过有银行主管提醒 海外刷卡要享有高回馈 多有三大限制 消费者要先注意 免得血拼过头 把荷包花光了 却没得到高回馈 首先搞清楚是否需要登录 若要登录就先上银行官网 或用电话登录 第二项限制是 回馈有无上限 如果回馈金有上限 消费者用这张卡刷够了后 换别家的卡刷 最后是有限新办卡客户等限制 通常银行都会给新办卡客户 比较好的优惠 老客户只能干瞪眼 有的银行还要存60万元以上 绑信用卡自动扣缴 才有回馈 除了货比3家各银行回馈比例外 还得要注意海外刷卡消费 手续费怎么收哦 因为银行都会挖东墙不西墙 东新闻综合报导 来爆料 每月有赏60万 一经录用线报1000 照片1000 影片2000 每周点击率冠军 讲10万 月冠军再赏20万 你敢爆料 我敢给钱